今晚第三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如期进行 青年歌手周深获得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称号 他与孙岚合作的国际歌获得年度励志歌曲 并且他还在盛典中一人演唱五首歌曲 网友调侃平台太多粉丝了 周深获得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称号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这也是周深连续两年获得这个奖项 周深在今年发表原创歌曲四十多首 参加各种晚会四十多档 只要有他参加的晚会网友都非常期待 并且有他在的晚会收视一般都不错 因此他获得这个大奖很合适 而在颁奖典礼后的晚会中 周深一人演唱五首歌曲 分别是《送你一朵小红花》 《不舍如果声音不记得》 《和光同城》 《这世界那么多人》 演唱结束后便有不少网友表示 平台太懂粉丝了 让周深演唱五首歌曲 对于粉丝而言非常开心 目前的周深人气非常高 而在今晚演唱中周深出场考后 因此有不少网友表示 为了看周深的舞台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 好在平台也懂粉丝 没有让粉丝们掰等 让他连续唱了五首歌曲 这对于他的粉丝 特别是为了他等了一两个小时的粉丝而言 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 点纯年 那么多小时的那些 你到底有什么好看 也就说 一天坏 就是皮脚模的 有点坏